今天猴哥带我们来给这个客户 不是我一个沈阳老乡 把这院子一个大树坊修一修 那个树枝太大了 掉给游泳池里的树叶 修一修 先把那个电缆去绑一绑 这个活呢就好 不常把那个电线碰了 也不能东西掉到游泳池里边 所以猴哥特别小 那边也挺漂亮的 游泳池 游泳池看客户的花做得多好 大栗的看这花 这花都漂亮 我自己种的 种的花 这是大蒜 种的大蒜 小花园大栗的挺漂亮的 在这花园上去 把这个电线给捆在一起 防止一会儿砍树的树枝下来 把电线给砸了 猴哥干这花都是非常小心的 光缆一段损失百万的 这是给砸折了 就都要赔偿了 所以说必须是万无一时 昨天猴哥来看活 已经把这个地形 地丝都给都给分析清楚了 所以今天上去带什么东西 带这个皮筋给绑上 这猴哥事先都考虑好的 这也属于高空作业 看猴哥 这技术都鲜熟 把盖树残里 混在一起了 混在一起 它容易 注射下来 容易躲开 要不然的话 这一个哪一个电线 躲了就躲不了那个 拿了哪个都弄它 后果绑完了 现在下来了 后果把锯弄出去 这个树好大呀 这树在另一家院这里 在上面这个收拾树叶会掉到这边用水 或者是发动机器 发动机器 这个金锯呀 后果现在这两天老出问题 他老灭火 拉不拉不就灭了 现在后果还不知道啥问题呢 不行就去店里边去找找 又灭了 这啥机器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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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就是一块一块的掉下来 不是要上去 像那么高 猴哥把这绳子绑着要砍的树枝上 然后那头绑着上边的树枝上 用上边的树叉掉下边这个 往底下掉下来把底下砸坏了 一点点的猴哥把它碎下来 猴哥一般砍这个大树都是这个方法 一点点往下放 这样子砸了几绝就砸坏了 看猴哥多灵活 这个绳子绑哪儿 怎么往下掉从哪儿拿 这都有学问呢 看猴哥找地方往哪儿绑 掉这个树枝绑在那个上往那一点点往下 滑轮的跃离 要不这树枝断了猴哥拽也拽不住的 很沉的 哎呦这个 看见没 自己一点点掉下来 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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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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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